如果你沒有圖示的話 只要這兩個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walk了 你會發現我這邊兼加了兩個 一個是M1 ID叫M1 然後另外一個ID叫M2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淡水校區 一個是士林校區 這兩個加上來之後 我把它save 就完成menu的 裡面的項目部分 只要給item就好 那當然如果說你將來的 裡面還有指項目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item上面add的時候呢 選擇什麼呢 submenu 那submenu的話 就是點進去之後 它會跳一個指menu進來 那這樣你可以做很多的層次 ok 這個submenu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現在只做兩個好了 那這兩個當然我要先知道 比如說我的地標的位置 那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 比如說我們勞工大學 有好多分校 那比如說你現在要找到五谷的本部 那你要去搜尋到它的坐標 對不對 搜尋到坐標之後呢 那你可以再找比如說三重 或者板橋分校 那將來點下去 就可以跳到那個位置去的話 那這地方你也可以建menu 比如說勞工大學 校本部 然後比如說板橋分校 三重分校等等的 ok那這個地方就menu產生之後的話 第二個步驟的話 那程式要怎麼撰寫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是用那個新的4.2產生的話 不知道各位打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自動 如果說你是用新的版本來撰寫的話 它會自動產生這一段 有沒有這一段方法 這個是它已經預設就已經寫好的 完全都不需要寫任何一行程式 這叫什麼uncreate option menu 有沒有這個是已經預先做好的 不需要寫 而且呢它也已經怎麼樣呢 幫我們把什麼呢 get menu in factor 電 什麼呢 in factor後面的話呢 自動幫我載入了 所以已經載入了 完全不需要寫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果用新版是不用撰寫 需要撰寫的是哪個部分 需要撰寫的是當什麼呢 當我點下去某個item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方法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方法是後來我撰寫出來的 本來沒有的喔 那你要按右鍵 當然你要自己打上去也可以啦 不過很容易出錯 我建議你可以用程式碼裡面有個 置換實作方法 然後呢 在activity裡面呢 記得是activity裡面 找一下 O開頭的喔 它是on option on option 就是當什麼呢 option O開頭 有沒有 option menu